美国出生的赛门 是美籍华裔的健康宝宝 直到六岁那年 一场感冒就医 你这手不要去弄 好吧 要吹盘才会弄 如果我不送去医院 我儿子可能还没事 送到医院 医院又给他吃了四次 而且连续吃四次 越来越严重 他前前后后只用过十次摸出 美国医师检验才知道 赛门对于这种感冒药 产生了严重过敏 但先前遵照医嘱服用的感冒药 已经造成无法弥补的并发症 耳朵 眼睛 外面全身都是破烂 里面 肋脏也是 皮肤溃烂 器官受损 插管治疗 赛门的双肺仍然坏死 最后接受肺部移植保命 从此之后 赛门每天对抗病痛 直到十八岁那年病逝 赛门的病痛人生 源自美国一间药厂上市的感冒药引起的过敏反应 于是爸爸控告药厂 药厂提出新台币1070万元的药害和解经 但爸爸不接受继续上诉 因为美国曾有一名药害失明的病患 获得药厂新台币43亿元的高价赔偿 到美国那边看诉讼的金额 然后实际赔偿 其实金额会比我们这边高很多 台湾的药害人数多 但大多病患没有药害的确实证据 因此鲜少有药厂赔偿受害者的案例 于是2000年 药害救济法通过 规定在台销售的国内外药厂 必须把前一年度总营业额的0.05% 捐给药害救济基金 类保险的一个制度 它不是一个补偿制度 它也不是一个赔偿制度 它是一个人道救济的一个制度 所以和美国 它那个新送的一个赔偿制度 是很不一样的 国内的药害救济制度 前提是病患得不到药厂和医院的过失赔偿 才能申请药害救济 并非医疗赔偿 这20年来 台湾共有3500件的药害申请案 其中1873件通过申请 以平均救济金来看 药害死亡病患 家属获得65万元 终身残障病患得到93万多元 而严重疾病者 只拿到近4万元的补助 看医药费或者是这一些 应该都要有药厂 或者是有政府来补助 因为我们不是莫名其妙 要吃这个药的 我们也不是乱吃药 起码我是吃医师所开的 厨房前的药导致的 台湾民众产生严重药害的统计 67%的病患 是皮肤皮下组织和年末受损 9%肝炎和肝衰竭 还有8%出现免疫系统问题 身体虚弱容易感染甚至休克 他吃了药之后急转直下 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觉得我希望他安心的走 但是我觉得我很舍不得 因为我觉得他是没有办法跟我讲话的 他没有被擦关 治疗肺结核的药物 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成为夺命毒药 我那时候其实有点生气 因为我觉得我生气到 我其实是想要搞医疗俗事的 新兴的药品不断上市 台湾药害人数节节攀升 于是治疗和预防成为当务之急 药厂大概对我们研究是没兴趣的 通常都对他们的药疗效 要怎么改善他们的疗效 或是让他们市场增加 会比较有兴趣的 所以我们早期研究了很多 找到他们药的副作用 很少有药厂会有兴趣的 甚至可以说是避之为恐不及的 没有药厂支持 常跟医疗团队和中研院合作 这15年来 找出了国内药害排名 前三名的三种过敏基因 换句话说 当医师开立可疑药物前 卫福部规定医师必须先筛检 一旦病患的血液是阳性反应 就得敢用其他类药物代替 避免药物过敏 这抽血就可以做基因净 那就可以知道 原来这种炎基因的血 超过500位病患 有做过筛查 这几乎都没有产生 这个严重过敏反应 在过去100个使用者 就会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 医护人员谨慎用药 为病患在前线把关 民众也得在后端 自我检视身心过敏状况 让药碍发挥药害远离 我检视频不等于达民众 我检视频不等于达民币 我检视频不等于达民币 在后端视频不等于达民币 我检视频不等于达民币